中广论坛 我们最近在政治的议题上面 有很多人提到自由经济区 有很多人提到当初的福贸跟货帽怎么样了呢 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呢 从太阳花学运这个主题来跟大家聊聊看 就是太阳花学运过了五年六年的时间 到底在现在大家的心中 它占有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那么太阳花学运呢 其实是这几年来一个对国家影响很大的 一个学生运动 那刚好在三月中旬左右 中华民意研究协会呢 他们有做了一份台湾民众对两岸关系 跟政策的看法的民调 那他们做的是委托政治大学的选严中心去做 那蛮有趣的 这个是网路上面的一个民调 不过呢 他透过网路的样本呢 试着去推估到实际上面真正的母体 那他的调查呢 是20岁以上的台湾民众 完成了1091个有效的样本 他调查的主题包含说 诶你关不关心两岸啊 然后你觉得这几年来两岸关系的看法 你觉得大陆市场啊 南向市场跟台湾经济发展 有什么样的一个态度 那对于经济方面来说 你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贸易 到底对台湾经济有没有帮助 我想这也是近几年 尤其是韩国瑜市长他说 豁出的去 人静的来高雄发展台之后 一个大家很关心的一个主题 那我们来看看在这个民调里面 其实非常有趣 他第一题就问说 请问你平时关不关心两岸关系呢 就是台湾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大概有60%左右的民众 他选了非常关心跟还算关心 只有35.4的民众 他是选了不太关心 或者完全不关心 所以两岸关系 为什么每一次在总统大选的期间 都会被视为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我想这就是主要的原因了 六成以上的民众对于两岸关系 他其实是非常关心的 不管是经济面、政治面 或者是说大陆领导人 他们的一些说话 对台湾民众在心情上面 有很大的影响 那大家也都是会关注的 那我们看一下另外一题 他问说 你觉得蔡英文、蔡总统 他执政这一阵子以来 两岸关系是变得比较好 还是差不多 还是变得比较差 这个三个问题 觉得变得比较好的 大家知道吗 只有4.7% 只有4.7% 也就是说 就算是民进党的支持者 他们也可以很清楚的理解到 两岸关系是变差的 至少是差不多的 所以47%左右觉得说 差不多 35.9% 他认为变得比较差 认为变好的呢 只有4.7%而已 我们扣掉误差范围 三点多% 几乎是没有什么人觉得 两岸关系有变好 所以前一阵子蔡英文总统他讲 当总统的三个条件之一 第一项他就说 要有跟国际情势沟通的能力 那国际跟两岸经常被放在一起讲 因为都是呢 对外事务 还有我们这个两岸 比较复杂的这样子的一个交往的状态 那他认为说 要当好一个总统 第一个事情是 国际关系要搞好 那我觉得两岸关系也要搞好 如果说 只有4.7%的人认为 蔡总统执政以来 两岸关系有变好 那显然呢 其实真的是差很多 那当我们了解到就是说 县市长选举2018年 很多的县市长是以92共识为金属 推动大陆的交流 推销行销地方的产品 不过呢 蔡总统他觉得 两岸关系属于中央政府的政策 地方政府应该要有不同的主张 那你觉得 各县市跟大陆的交流应该要怎么做 第一个选项是呢 即使中央反对 地方政府也应该要交流 可以提出跟中央不同的两岸关系 反映最新的民意 这个选项呢 高达45.9% 虽然没有过半 但是已经很接近半数了 第二个选项也得到了24%的支持 他是说呢 如果中央反对 地方政府可以进行交流 但是不要提出跟中央不同的两岸主张 也就是说认为两岸之间呢 不只有中央层次应该要交流 地方上面也应该要交流的 其实高达79% 80%左右 所以为什么 15县市首长 他们这次要一起提出说 力推自由经济区 这样的一个诉求 我想也是面对两岸关系 乃至于面对国际情势 他们希望可以走出他们的路 而且这样子的说法其实是很有说服力的 因为大多数的民众都觉得 尽管呢 中央的政策呢 有些人觉得你要遵守 有些人觉得你可以提出不同的主张 但是但是 大家都觉得应该要走出去 所以为什么选举期间 这个豁出的去 人进的来 高雄发大财 这个口号 是如此的朗朗上口 我想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真的有民意的支持 所以韩市长常说 所谓的韩流呢 不过就是民意再加上民怨 我想在这几个主题来说 你可以感受得到 蔡英文政府虽然他们不愿承认 蔡总统说 2018年的大选 选的最不好的原因呢 是因为同婚的议题 还有年改的议题 没错 这两个议题当然对民进党执政 2018年有产生影响 可是两岸关系跟国际情势 这个最重要最重要的点 始终他们不愿意承认 也不愿意面对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当中央的两岸政策 是呈现一个非常锁国的态度 只有4.7的人认为有变好 剩下的都是顶多觉得差不多 甚至觉得变差的人 其实占了还蛮大的比例 那这个时候 我们的民众又觉得 两岸之间 县市应该要有一些交流 那当然就是逼着这些县市首长 会选择了一个 跟中央不同的方式 如此一来才能豁出的去 人尽的来嘛 跟大陆做一些经贸的交流 跟往来 这个时候跟中央有抵触的时候 有百分之近50的民众 是愿意力挺这些地方县市的 这个东西呢 我觉得地方包围中央 蔡英文政府呢 不能一直觉得说 反正我就窝在我的总统府里面 坚持我的政策 那你们 我只要对外讲 对外公开的说 你们这些县市首长 不能有跟我主张不一样的地方 就好了 但是你忘记了 民意有百分之四十几 其实是觉得 应该给这些县市 更多的空间 因为他们是 刚上任最新的一个民意哦 那接着我们看一下这个问题 他说两岸关系呢 如果能够改善的话 对台湾的帮助是什么 保障台海和平 百分之五点八 振兴台湾经济有百分之六十三点四 扩大国际空间 这个很少 只有二点六而已 没有任何帮助 占了九点二 增加人才跟学术交流 这感觉大家更不关心 所以只有零点五 台湾不用再依赖美国 这个也非常非常的低 很有趣哦 0.2 好 我们从这个题组呢 你可以看到 两岸关系跟经济之间的关联性 对民众来说的认知 程度正向的关联 是非常非常高的 是过半 百分之六十三点多 所以大家所期待的两岸关系 或许或许 其实不是在政治上面 有什么样的突破 而是在经济上面 是不是能给人民带来比较好的生活 所以两岸关系变好 是不是能够改善经济呢 这个题目哦 我想很清楚的说明是可以的 那我们配上刚刚我们的讨论哦 那大家又觉得自己很关心两岸 大家也觉得当中央政府过于锁国的时候 15县市 这些新上任的县市首长们 他们可以选择自己的方式哦 虽然比例稍微在低一点点 但是也是几乎过半 那又觉得两岸关系改善可以提升经济 那台湾民众又很在乎 这些年停滞不发展的台湾的经济 就可以知道 这一连串的这个风潮 跟未来的趋势走向 乃至于2020的大选 对于两岸关系之间的讨论的方向 大概走到哪个地方 我觉得明星 明义跟明月 已经越来越清楚哦 那下一个问题 他还问的也是相关的 中国大陆这个市场呢 对台湾的经济帮助 你觉得大不大呢 好 35.2%觉得非常有帮助 40%觉得还算有帮助 加起来就差了76.1%哦 所以我们把这几个问题 加在一起看 我觉得脉络已经非常的清楚 就是中国大陆的市场 对台湾来说 有经济发展的帮助 而中国大陆跟台湾之间的 两岸关系改善 也有助于提升经济 又有六成的人 他们认为自己是关心两岸的 好 那当台湾民众很关心台湾 振兴经济发展的时候 势必政府需要改变两岸关系 改善两岸关系 但是呢 又问大家说 那你觉得蔡政府 对两岸关系的改善程度如何 觉得改善的人 却是寥寥无几哦 2018年的大选 我觉得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哦 那民进党大败 跟两岸关系 我还是一再强调 绝对是有关联的 好 那蔡总统一直说 这个鸡蛋不要摆在同一个篮子里面 除了发展这个西境政策 也就是跟大陆做生意哦 也要发展新南向政策跟东南亚的国家做生意 这是蔡政府上任以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济的主轴 不过呢 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大家对这个还是有产生很大的疑虑哦 真正有到南南向地区去投资的 好 还有能够克服语言 好 环境问题的 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少 中国大陆最大的一个优势是 嗯 虽然他们的现在的人力 劳工劳力哦 开始上涨了 可是呢 市场还是很大的 哦 资源还是很多的 有同样的语言 历史文化 也可以加速哦 彼此之间的亲近程度 减少 其实实际上需要的成本 以及隐藏的成本 这就是为什么呢 还是比较多人想去当台商哦 那到东南亚去可能是更多的制造业 希望能够有更多劳力运级业啊 然后去降低这个劳工的成本啊 可能会考虑到新南向东南亚国家去投资 但是呢 认为新南向政策对台湾发展有帮助的 比没有帮助的还要少 好 39.5%的人认为算有帮助 或是非常有帮助 41.3%的人觉得是没有什么帮助的 不过这个题目算是一半一半 所以我觉得虽然呢 台湾民众很在乎两岸关系 也希望两岸关系能够改善 但是如果多元发展 比方说多跟美国做生意 多跟日本做生意 多跟东南亚国家做生意 这样子的一个倡议跟主张 还是能够得到多数的人民支持哦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个这个问题哦 有一个问题他是问说 大陆呢 对台湾哪一项行为你觉得是最不友善的 就是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还蛮敏感的 但是呢 可以带出就是说 台湾人最讨厌中国大陆做哪样的行为 这是最容易击入台湾民众的哦 那第一个呢是哦把公司呢 台湾的公司哦 标注成中国台湾 这个其实占了7.1而已 第二个呢是禁止哦 我国人民在国际运动场合使用国旗 比较多一点 大概11.9 好 那对台湾实施经济制裁或威胁 0.2而已 哦 这个显然是大家觉得 大陆现阶段并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没有什么人选这个选项 那再来呢 对台湾实施军事演习和军事威胁 哇 这个就有26%左右 阻挠我国跟其他国家建家和出席国际会议 这个高达30.2% 剩下12.9% 觉得都不友善 所以 哇 原来我们从这个民调里面可以比较清楚的看到这个脉络 台湾人对于大陆做什么样的事情 最容易被挑起心中的怒火或是愤怒 其实并不是挂不挂国旗或是这个公司名称是不是中国台湾 这个反而对台湾民众来说影响比较小 感受上面影响没那么大 但是呢哇 军事演习 还有呢 阻挡他国际会议 这两项尤其是国际会议 目前看起来还是台湾民众最神奇的 包括没有参加WHO 包括呢 可能邦交国 假如说因为大陆的原因断了几国 这个我想也是可以包括在里面 遏止了台湾有更多有机会发展外交国际舞台的空间这一项 那再来 这个可以解释一个 我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议题 就是呢蔡英文总统剪刀枪 今年年初的时候习近平主席呢 他对台湾 有发表过一些谈话 中间呢他有提到 就是说他的九二共识 以及他未来对于这个一国两制的 这个期待 然后呢 刚好今年初的时候 这个非洲猪瘟的疫情呢 很严重 那两岸之间因为 交流的状况太冷淡了 所以大陆对台湾已经大多数的事情是一度不回 以前在马政府时期 清流感 两岸之间是会互相通报 诚实的把数字拿出来 一起去做防疫 但当然在蔡英文上任之后 两岸关系越来越差 所以这个事情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做了 好 可是爆发了非洲猪瘟 那在中国大陆的疫情 其实算蛮严重的 就各个媒体所透露出来的一个消息 那这个时候呢 蔡英文总统就开始谴责大陆 就说你连猪瘟呢 都不跟台湾 我们一起来 讨论 一起来努力 防疫 你凭什么说两岸一家亲 这样子蔡英文总统 捡到枪的言论 得到蛮多民众的回响 尤其是年轻人 当时很多人都 没有办法理解 就是说奇怪 我在讲的事实 明明就以前马政府可以做得到 现在蔡政府做不到 那是不是在两岸关系上面 蔡政府应该要改变思维跟改变角度 一起共同去合作 可是这时候很多民众很生气说 明明就是大陆对我们不好 为什么你还要骂蔡英文 有这样子一个矛盾的心理 就是说 我们应该要先一致对外 去批评中国大陆 因为大陆对我们不好 大陆呢 不跟我们一起合作防疫 我想这个就是算在我们刚刚讲的 百分之三十 觉得大陆政府的哪一个行为 对台湾最不友善 其中百分之三十的人认为 阻挠我国跟其他国家建交 还有出席国际会议 当然我相信这也包括了 非洲猪瘟的防疫 所以你会发现 明天党政府他在议题的选择上面 他选择了中国猪瘟 用这个当成是他们的武器 去跟大陆对干 好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是了解了台湾民众 内心的心思跟隐忧 好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好 那再来呢 你觉得在什么条件下 可以跟大陆政府展开 有未来前途的谈判 好 有非常非常多的选项 我只讲唯一一个是比较多的 好就是在国际上面互相承认跟尊重 所以你可以理解到 在现阶段为什么我们很多人 像包括吴主席谈了两岸和平协议的可能性 在台湾社会里面 目前似乎没有办法收到多数人的支持 那我觉得这也没有关系 一个这个政策跟愿景 就是policy跟vision 它可以是不同的事情 其实两岸和平协议它要作为一个愿景 我觉得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就像对民进党来说 台湾独立可能是它的愿景 好 这就是一个我的目标 我的理想 我觉得很久以后希望达到的事情 以国民党来说 可能是两岸和平的发展 透过一个有效保障彼此的协议 让两岸之间不再存在战争的可能 这可能是愿景 好 可是在现阶段我们思考的如果是政策 好 政策跟愿景不同的地方 其实第一个在于时间 好 时间 第二个在于对其中的清晰的程度 就是说愿景你可以是一个目标 但是你要什么时候达到这个目标 以及你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你要怎么做 这两个事情并不一定要现在就有答案 但你心里可以有一个蓝图 有一个想法 比方说我们的学生可能会说 我未来想要考上台大 或我未来想要出国念书 这个它可能不是它现阶段的一个政策 它现阶段的政策可能是小考要考好 大考要考好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继续回到节目现场 哈喽 中广论坛好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台北市医院许晓星 欢迎回到中广论坛 我们今天呢 从一个民调 很完整的去讨论民意跟两岸关系之间是如何产生化学作用产生反应 就是说最新的民意对两岸关系 大多数的民众他们到底是支持什么 潜在的担忧什么 我觉得透过这样子的民调的分析 我们才能慢慢找到两岸真正应该的路线 所以今天的节目呢 非常欢迎台湾的朋友收听 也很欢迎我们大陆的朋友 在YouTube上面也可以听到我们的广播 或许从民调里面可以更多的互相认识跟互相理解 对于两岸关系来说是可以是一个好的发展 那我们今天呢 引用的民调呢 是在中华民意学会里面 对于这个两岸关系有一份很清楚的民调 那我们接下来呢 当然讨论完这个民调之后 我们也会回头看看太阳花 现在在民众的心中 大概有什么样的一个地位 跟什么样的想法 那借此呢 了解在两岸关系的经济面向 以及台湾跟世界做生意的这两个面向上面 台湾应该要何去何从 那我们刚才呢 谈论到了就是说 我国政府呢 在什么条件之下可以跟大陆开启 有台湾这个可能有未来前途的一个谈判 比方说 民养可能觉得是台湾独立 或者是国民党现在提出的比较像说 是不是透过两岸和平协议的方式 那我刚才呢 在上一段节目我们提到了 愿景跟政策的不同 愿景是一个未来的目标 比如说我想要考上台大 我要出国念书 我未来呢 我想要做什么样的工作 可是如果你是一个13岁的学生 你现在的政策可能是把你所有的小考考好 以及呢 你要参加会考 你会考都还没有考到 你想说未来大学要上台大 那个是太远太远太远的事情 你未来都一定会依照你现在的状况 去逐步修正 你的想法也可能因为不同的事件 不同的时间有改变 但这都不影响你把我要未来要念 当台大的学生 这个事情当成一个愿景 所以愿景跟政策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今年要选的是2020年的总统 要告诉大家的其实是我们的政策 而不是愿景 因为愿景其实是很久以后的事情 你可以提出来 但是你不要让大家误以为这是现阶段的政策 因为如果它是一个政策 政治人物必须要负责任的提出 你的具体的做法跟具体的时程 那但在两岸关系上面 我想多数的民众还是比较支持维持现状 所以呢接下来下一个问题是 那你觉得哪一个方案最有可能实现 台湾跟大陆的长久还有和平 最多的选项是呢 两岸彼此承认的基础上组成共同体 例如像是欧盟模式 有33.7% 第二个呢是两岸在形式上同一国 实际上互不隶属 例如大英国协的模式是8.3 第三个呢是大陆民主化之后呢 两岸共同缔造民主的中国 15.9%其实就已经较少了 再来是台湾独立 11.7% 从这个里面呢 你可以去发现比较有趣的事情是 我觉得大多数的民众还没有到非常清楚的 去了解到他们要做什么样的选择 就算是现在目前选项答案得到最多的 33.7%的是这个欧盟模式 其实它离过半都有很大的一个距离 所以你可以解读为就是说 两岸想要和平 但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和平 和平之后是用什么样的模式互相的沟通 互相的建立关系 这个部分大家还没有非常多的答案 大家还没有非常多的答案 所以我认为的事情是说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从这个里面可以看到 如果两岸关系的状况可以很好 那当然台湾经济上面可以有发展 可是如果两岸关系不好的时候 其实我想大家还是会有一些些的担忧 只是说其实回到对大陆的这个不满 好像似乎现在没有办法解决 为什么 因为呢 民意上面他们对大陆呢 比较反感的地方 是在于这个国际上面的一些威胁 国际上面的一些威胁 以及呢 我们必须说这个像是朱温啊 像是我们最近常碰到的说 大陆又在演习啦 这个事情呢 我想对于台湾的民众来说 是比较敏感的 但是呢 大陆还是很长的时间在做这些事情 所以两岸关系之间的纠结 我想还是会发生很长一段的时间 再来我们来谈一下太阳花的学运 我在三月中的时候参加了一场座谈会 也是由中华民意协会所举办的 那他也是一样发布了一个民调 是委托政大选员中心来进行 那对于太阳花学运 有做一些初步的一些民调 那讲几个比较有趣的给大家听听 对于福茂协议应不应该通过呢 现在目前我们做民调 认为应该通过的人比不应该通过的人多 不过两边还算是一个拉锯战 就是五五波 你也不能说这个哇 支持福茂要赶快通过的人 得到压倒性的胜利 特别的多也没有 但是呢 就是硬生生的比反对福茂的人多了一些 这跟当初在发生太阳花学运的状况 非常的不一样 那个时候太阳花学运 几乎大多数的人都觉得 福茂应该要先停下来 然后呢 当你询问到太阳花学运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引发的 到底是因为政府黑箱作业 还是因为这个两岸关系 中国大陆的因素 那还是因为台独等等它好几个选项 大多数的人都觉得是政府黑箱 那所以意思就是说 不是不喜欢福茂 也不是觉得福茂对我们不重要 只是觉得这个程序上面有一些问题 只要去补证这些程序之后 似乎福茂又是一条火旗 可是为什么那到现在还被卡在立法院里面呢 这个是很多人要问的问题哦 另外福茂跟货帽 货物货货货品贸易协议 你会发现 支持货品贸易协议应该可以通过的 有超过半数的人 好 支持福茂的还比较少 超过半数认为说 两岸之间应该要签署货责协议 好 让货出了去吧 人尽的来 台湾给发大财之类的 那 但我们回到当时的时间点 看为什么要先通过福茂 而不是货责呢 其实答案非常简单 因为两岸之间我们如果去做彼此的比较 你会发现台湾的服务业比较强 台湾服务业服务业是以人为本的行业 台湾的服务业的品质其实很好 历史发展也蛮悠久的 能够提供的服务也很不错 所以如果我们先去签了这个福贸协议 反而对台湾的商品影响其实会很小 因为它不是属于货品 它是纯粹是服务而支持台湾的强项 所以原本马政府的想法是 我们先从对台湾比影响比较小的福贸协议开始签 就没想到为了通过一个福贸协议 那搞的什么黑箱啊 然后搞的太阳花学运啊 弄了沸沸扬扬 到现在两岸监督两岸协议监督条例都没有通过 两岸服贸协议依旧卡关 更不用说货品贸易协议了 好那为什么先服贸后贸贸呢 就是因为货品贸易协议 它牵涉到两岸之间商品的互惠 有可能对台湾的产业影响比较大 讲到货品的时候 我们谈到免关税和关税保护这些问题可能影响程度会比较大 所以我们本来想说难度高的放后面 因为我们总是不希望去影响到台湾的货品贸易的发展嘛 都是希望给台湾最好的条件 所以放在后面 就没想到你看过了几年的今天 认为愿意支持货贸的人竟然有高达50几 好那支持服贸的人反而还比较少 我记得是四开头40几而已 你就可以知道 其实服务贸易协议它受到太阳花的影响 给予质疑或是负面的角度 它的影响力仍然是存在的 好只是大家现在比较清醒一点 没有这么多的情绪就单纯的觉得说 对啊经济归经济嘛 该签的还是要签 我们国家该走出去 该赚的钱还是应该要赚 两岸关系还是要维持和平稳定 大家开始慢慢有这样子的一个思维 重新去思考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我们回来继续谈太阳花旋云对于台湾现金的影响 欢迎回到中广论坛 我是台北市议员徐乔欣 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段呢 我们再回头谈谈太阳花学运 在现在对台湾的影响 318学运的时候呢 哇 这个不仅是那个凯道上坐满了 立院旁边周边坐满了人 然后呢 全部都是年轻人 甚至323晚上攻进了行政院 后来呢 被驱散之后的官司 一直到今天都还在打 然后呢 江仪花院长之前一阵子要去台大演讲 然后被台大的部分学生抵制 不让他说话 把他赶出校园 这样的事情 其实我们历历在目 也可以理解到太阳花学运对台湾的影响 但是呢 太阳花学运确实挡住了服帽 也挡住了这个也 因为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子没有通过 所以挡住了几乎是所有两岸关系经济的 贸易的往来的协议的发展 但是 我们如果去讨论到 那给台湾带来什么正面的影响 其实老实说说真的 我想不到 所以你可以看到太阳花学运带来的 就算你以正面的角度来去评价 可能会是让两岸关系之间没有办法进展 这是对部分的 部分有意识形态支持的一些年轻的朋友 比方就像林非法等等的 他们会觉得这个部分 他们有得到一些的胜利 可是实际上对台湾来说 这个正向的帮助 我觉得还是很有限 就是说你没有找到新的解决方案 你去挡住了服帽挡下来了 对你的意识形态来说你可能觉得是一个胜利 但是这种胜利 它并不是建设性的胜利 它是破坏性的胜利 就是说我去挡住一个东西 我让一个东西不要进来 我取消了一项可能原本会发生的事情 可是你同时你应该要取代 好取代就是呢 你取消了一个东西 但是你带入了一个新的东西 大破大力嘛 好我们现在从这个里面去看到破 比较看不到力 其实太阳花学运我认为 大家现在所认为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都是消极负面性的意义 但是对于正面性的意义 只有在政治上没有在经济上 在这次上的层面应该是 自从太阳花学运之后 各个政党对于年轻人的参政 开始有更多的关注 不管是国民党民进党 或是时代力量这个新鲜的政党 我想受到太阳花的影响都很大 使得更多年轻人他有机会 有舞台能够被看见 而且能够被接受 打破了传统上面认为 要从事政治相关的行业 你的年龄可能一定要到一个四五十岁 你才有资格来担任 这个被打破了 越来越多的年轻心血加入 这几次的选举下来 不断不断的去态患 这个是太阳花学运的一个正面意义 不过它是在政治上面的 我们刚刚讲 服贸是属于经济上面的 经济上面的破成功了 破成功 但是这个取代新生的这个力 却没有进来 我想这是最可惜的事情 那我们从这个民调当中 我们也发现一件事情 很有趣的 当我们讨论到两岸关系的时候 大家还是抱持正面的态度 认为两岸之间要交流 但当我们讨论到 比如说我们要不要跟美国做生意 要不要加入更多的自由协定的区域 要不要呢 我们可能可以去做 跟日本 跟全球加入这些东南亚国协等等的 或是更多的FTA的签署 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 几乎七成八成的民众 都是非常的支持的 这个事情告诉了我们 台湾民众对于大陆仍然有忧虑 但台湾民众同时对经济的渴望 对经济的渴望 所以我想对大陆的忧虑有两个 第一个是台湾主体性的问题 这是一个政治问题 第二个忧虑我想是在于 红利分配的不均 也就是国民党执政时期被大家最为诟病的两岸关系的发展 其实是所谓的买办文化 就是两岸之间和平发展 OK了 两岸之间也有经贸往来 也很好 两岸之间的关系好 使得台湾的经济有所提升 我们从账面上的数字看起来都是如此 也很好 可是最后一关 其实没有办法跨过去的是 是少数人在赚钱 而不是多数人在赚钱 少数人他比较想有资源 机会 人脉 他到大陆可能他是台商 他受惠与两岸关系 赚到了不少的金钱 但是呢 小员工 小老百姓 在台湾的 没有机会到大陆 但他没有因此受惠 这叫做红利分配的不均 两岸红利分配的不均 这个是国民党在两岸关系的 很大的致命伤 所以2020年 不管是谁 要代表国民党出来选总统 我想 两岸红利分配的均匀 绝对是一个重点 这才是真正你能够去陈述 实质上面跟过去的国民党执政 不同的地方 也就是说 肯定九二共识 肯定两岸之间 能够稳定的交流 肯定应该要经济贸易的旺来 但是我要再加一项 我是要让所有全民 都可以赚到钱 而不是特定的政治 或是经济的领袖 他有比别人 能够得到更多的利益 让这些钱 真的进到民众的口袋 我想这个是 大家现在呢 最希望看到 国民党能够提出来的主张 这一点也给 想要选总统的 国民党的天王们 去做一个参考 我觉得大家对于九二共识 你说真的反对吗 只要能够提供两岸和平 稳定 又能够保持台湾主体性的 不管它叫什么共识 我不觉得台湾人民会反对 但是经济的红利 能不能够均匀的 分享到台湾民众的身上 这个东西会取决于 大家愿不愿意看到 两岸的经济变好 还是希望你对大陆 更加的强硬 如果经济上面没有办法受贿 民众自然会渴望在政治上面 有更多的影响力 甚至有更多的对抗 是增加我们的拳头 把我们的拳头放大 这样子一个感觉 所以国民党的两岸政策 一直是温和稳健务实的 与此同时应该要一套 经济的平衡的方式 让民众可以了解到 国民党绝对不是要 图立特定的重要的政治 跟经济的人士或是领袖 而是愿意把这样子的成果 跟所有的民众一起去分享 要怎么做 我觉得今年2020年 我们很期待 国民党的候选人可以提出来 如果能够提出来 跟蔡英文总统的民进党的 这个两岸政策 跟赖青的院长 他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我觉得层次跟高度上面 就可以分开 很多人在问说 九二共事它应不应该要去 改变名词 我都觉得那个完全不是最主要的重点 九二共事它叫什么名字 它叫九二共事还是叫其他的名字 其实不那么重要 重要在于两岸之间能不能取得互信 我们把时间点推回到 9192年那个时候 当时在动员时期 开案条款结束之后 两岸开始思考 我们有没有可能重新开始谈判 重新开始合作交流 不管是在经济文化还是未来在政治上面 所以海基海协会很努力的希望 跟彼此搭建出一个桥梁 在一开始的时候一直没有办法成功 受限于大家对于一个中国的解释不一样 对我们来说 中国当然一定是讲中华民国 对大陆来说 这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以一个中国的问题彼此僵持不下 后面所有的经济文化 这个政治什么任何的谈判几乎不可能 你没有讲话的空间 可是呢 经过两岸海基海协的不断交流 慢慢找到跟对方沟通的方式跟方法 一开始的时候 海基会做什么 海协会就觉得 你是不是要找我麻烦 海协会做什么 海基会就觉得 哇 你一定是偷偷动手脚 这个叫做互相不信任 互相不信任使得两岸关系 对一个中国的角力更大 更不愿意退让 更不愿意了解彼此的苦衷 所以所有的谈判 文化经济教育交流完全没有办法 可是经过一段时间 两岸关系 两岸之间互相理解对方做事情的模式跟方法 这就好像我们去交朋友一样 你一开始认识一个人 你可能甚至你也觉得有点讨厌他 可是你经过相处 你慢慢熟悉这个人的做事的风格跟模式 你甚至会觉得他人蛮好 你愿意跟他做朋友 对方也是一样 本来不是很喜欢你的 可能觉得你这个人摸不透 或是有些毛病 不愿意跟你做朋友 可是真的熟了之后 你会发现说 我们两个找得到彼此沟通的方法 这个时候 就算差异再大的两个人 也有机会变成能够信任的好朋友 我想两岸就是这样子的朋友 那海基跟海鞋 终于经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交流之后 能够做朋友了 才把这个九二共识 一个中国 海峡两岸都维持一个中国 但是呢 有这样子的一个各自解督 能够被接受 才有真正后来的九二共识 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呢 我们谈了两岸关系 也谈了太阳花旋律 对于台湾现今跟未来经济贸易的影响 所以我还是觉得两岸关系很重要 大家也都很关心 但是如何能够维持稳定和平 以及把经济贸易的红利分给全民 这个才是最大的重要 我们很期待2020 不管哪一个政党 都能够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 让我们的人民来选择 中广论台 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收听哦